想打听长安城里的大事小事新鲜事 不需要多跑地方 去到西市井门房 找间老字号的小酒馆坐着 半下午一壶好酒两碟小菜 左邻右桌且听着 实在不行 一双筷子敲在碟边上 便有店伙计凑上来 看桌上点的韭菜 决定是哈腰还是陪笑 客官还有什么要的 穿着香段滚绿边紧袍的瘦弱少年 伸手直指一旁空着的位置 小声道 小哥坐着 这会儿客人不多 陪本公子说说话 这 眼瞅一块碎银子被翻手搁在了桌上 店伙计嘿嘿一笑 便捡起钱来揣进了袖子里 一胯腿坐在了长板凳上 机灵地冲少年道 听公子考验 带些蜀中味道 想不是长安人士 你有什么想问的 只管说了 小的好歹是在杂事里跑了六年的穿坛 必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呵呵呵 少年爽朗一笑 翻手又是一块银子 搁在他跟前 道 我不问你多的 只想打听打听 这近两年 长安城里 可是有什么值得一文的事 呦 要说这能听的事可多了去了 公子是要听喜事 丧事 怪事 还是稀罕事 嗯 你且先说这喜事吧 喜事嘛 得 看公子也是个富贵的人家 小的便不讲那些个小门小户的与您听了 单说这两年排得上号的喜事 有三件 一是前年五月 长孙皇后病前 皇上下诏将程阳公主 指婚给了上书杜如惠大人的二子杜和少爷 咦 听少年一问 电伙计压低了声音 朝跟前凑凑 道 您也觉得吧 程阳公主是皇后嫡女 杜二公子只是杜大人的数字 可据说呀 这婚事还是程阳公主自己求的呢 因皇后娘娘前年病逝 婚事拖到去年十月才成 成婚没半个月 杜大人就去了 照实说这种婚事可不搭茬啊 您瞧这没的 搭不搭都是皇家的事 小哥你继续说 哎 这第二件喜事是在去年底 长孙家的大小姐 素有才子之称的长孙贤小姐 同高士连大人的嫡孙 高子健少爷玩婚 这表亲间的婚事 门当户对 喜上加喜 算是一件美事了 这第三件美事 嘿嘿 今年初 皇上四处征召了一批 世家女子入宫 不在一股脑沉眠于皇后病逝的哀痛里 有言道 夫不计妻 这总归是件好事吧 少年脸上的浅笑话句 敷衍地点了下头 等 丧事莫提 再说说稀罕事吧 稀罕事 小的这里是有首房间编说的打油诗 店伙计摸了摸喉咙 瞄了一眼少年跟前的酒 对方会议地斟了一杯给他 笑嘻嘻地喝了 才又娓娓道来 成女十八不愁嫁 吸言角色不露人 原诗改人不遇事 魏王修书不见规 这诗的最后一句呀 是要改改了 今儿下午才听说 魏王殿下近日已归京了 初八还要在扶书园半宴接风呢 店伙计揣手摸摸秀里的银子 看看夹着菜细嚼慢咽的瘦弱少年 道 公子可还有要问的 少年放下筷子 抬头冲他摇头一笑 又搁了一块银子在桌面 便起身而去 留下那电火接 两手揣袖愣在那里 好半上听得掌柜的一嗓子叫唤 才回过神拍了下脑门 我的天哪 一个男人佳佳地 笑起来嫩得好看哪 龙泉镇扑真圆 人哪 殿下问的是小女吧 卢氏道 玉儿他送了我们回来便出门去了 说是要到国公府知会一声 明日我们母女再一同回府上看看 卢氏尚不知卢荣远爵位连降两极 国公府的牌子已被摘去之事 他也没说假话 这一路从西南行过来 将他们送到宅子 他便换了衣裳出门去 说是要去龙荣远那里 何时回来 李太听说他人到底还是回来了 放下心 扫了一眼卢氏身后 冲他和善地笑着的韩丽 又看向面色如常的周夫人 凭周事了 他便将取得的信物 派人送到了普沙罗 没想到这老妇竟跟着一遇一行回来了 早上去的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回京的路上并没那么安全 可是他们这一车老弱病残 却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 虽说有韩丽压阵 但是拿主意的还是一遇 这一年的时间 足够卢氏知晓这个儿时性子软 又有些没主见的女儿 实则是渐渐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人 因此对一遇眼下要做什么 去哪里 卢氏便不再细究 王爷若无事 不妨在这里等等 韩丽突然出声道 才到这宅子一天 俨然成了能说话做主的人 卢氏反应慢 无察觉 站在边上的两个丫鬟却皱了下眉头 不必了 李太稍一思量 便知一遇是有心躲她 尽管这认知叫她凶闷 可也清楚 等在这里也未必能见着人 卢夫人 阿生在一旁恭声道 主子初八要在芙蓉园设宴 若小姐回来了 您且帮着转告一声 身为殿下未婚的妃子 是有必要语言的 卢氏点点头 李太又淡淡地瞥了一眼 笑容不变的韩丽 便折身离开了 阿生同卢氏交代了两句 才告辞跟上去 主仆俩走远后 话亭里方才想起了人声 这便是李太 那个戴着半张面具的男人 我只当他是面相有意 原来是生得太俊了 嗯 该说是生得太过貌美才对 那眼睛的颜色 既是皇帝的儿子 那他娘是胡人 韩丽玉颇感意外地 对韩丽笑道 既到长安近前 言行就须得规矩 周夫人转身 走到椅子上坐下 看着一脸不以为然的 韩丽玉 道 是非之地 一个不慎便会为众人招惹灾祸 此处非是六兆 难容你任性为之 我知道了 韩丽玉敷衍地答了一声 扭头便掺着卢氏的手臂 娘 上午睡了一觉 还没来得及看看这处处 咱们去逛逛 卢氏正有心思好好看看 这两年前盖城他却无缘住得的华宅 周夫人说是回头再逛 他便同韩丽玉一起出了花厅 韩丽竟没跟去 带路的是屋里的两名下人 一个梳着妇人的发饰 一个仍旧是留着额发 两人引着卢氏他们从小花园朝西逛去 游郎穿向 从前院到后堂 花园到小林 书房到乡室 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都是工匠的精心琢磨 一花草和亭台楼屑相互乘去 简单却不失气派 气派又不失雅致 当得这宅子一个仆真园的名 是以凡仆归真之意 您瞧 那屋檐上叼了好多鸟呢 韩石玉指着一处小楼给卢氏看 漆了色好像是真的鸟落在上面一样 卢氏望去也是稀奇 边上那个梳了妇人发饰的年轻女士忍不住出声道 夫人 这是小姐的主意 那鸟的模子还是她画的呢 当时便说 您看了定会喜欢 卢氏神色动容 韩石玉收回目光 看着那女士 道 难怪这鸟看久了 让人觉得不舒服 韩石玉和韩丽 被宜玉使记带到了长安城 因韩丽不怪 韩石玉便也妥协 可心里总是觉得当初同卢氏一家三口 在普沙罗城的日子快活 也不掩饰她对宜玉的不爽 卢氏皱眉 还未出生 那妇人发饰的女士 便不满地回了嘴 到了别人家来住 既是客 还是客气点好 你说什么 韩石玉收起了笑容 冷下脸 在普沙罗城 她是人人敬畏 被捧在手心的阿什玛 眼下被一个奴仆下人呛话 能忍才怪呢 我是说 小满 卢氏打断了她的话 一口道出了这女士的名字 然是在两年前就嫁为人妇 曾服侍过卢氏和姨玉 跟前的侍女小满 娘 您让她说呀 韩石玉抬起下巴 挟视着小满 道 一栋破宅子罢了 若不是她卢依玉强求我们 谁爱住在这里 你这 好了 卢氏力声喝止了他们相争 将手从韩石玉的臂中抽出 先是瞪了小满一眼 而后对韩石玉道 一若不喜欢这里 便和你爹搬出去住 这龙泉镇的闲宅不少 我明日便租一处给你们 说吧 便伸手对另一名侍女道 陈去 扶我回房 是 夫人 这又是另一个 当年服侍过一遇的小姑娘 娘 您别生气 我不是那个意思 韩石玉跺跺脚 追了上去 另一处 长安城卢府 卢家两兄弟正聚在一处 商量着魏王归京的事 二弟 你说 咱们是不是去魏王府 递个帖子 送些礼品 拜访一下为好 不妥 还是该先将小玉接回来 我们同魏王相交甚前 魏王府的大门可不好进 徐通由他引见 嗯 是这么个礼 不过 也不知小玉是在龙泉镇 还是在魏王府啊 嗨 这孩子也是不懂事 回京了都不回来看看 难道 是孩子怪咱们当日使出后 任由他被撵出京 大哥 话可不能这么说 当初是他自己提出 要离京避祸的 怎么说都怪不到你我头上 依我看 还是先派人到龙泉镇去看看 再到王府跟前打听一下消息 两兄弟商定了详细 正在喝了手边 半盏茶便去办事 忽有下人在门外通传道 老爷 门外有人求见 二月初五 傍晚时分 李太坐着马车 从龙泉镇回到了长安城 直走在朱雀大街上 阿生在外头持着马江 一边留心走道 一边想着 李太这趟远行回来后的反常 早在密宅时 阿生就注意到了李太对遗欲的不同寻常 后来经历了那么多事 李太态度的变化 阿生都看在眼里 从一开始的若有若无 可有可无 再到后来的步步紧逼 这一晃两年过去 李太对遗欲的在意 明显的有增无减 这叫阿生心里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 一方面 他希望李太能够拥有正常人该有的感情 一方面 他又觉得遗欲的存在是拖了李太的后腿 说实话 在阿生心里 虽对遗欲有好感 可在他看来 这长安城比遗欲适合李太的才女家人大有人在 方心按许的 知书达理的 家事 人品 才情 样貌 都比阿生记忆中 那位个头小巧的小姐 要胜出一截来 时隔两年 阿生是很想看看当初那个聪慧又好脾气的小姑娘到底长成了哪般才让李太甘愿不计代价地选了她 可叫她郁闷的是 李太西南一行的具体情况他知道的并不多 不知两人一路上经历了什么 且到现在都没见着一遇人影 叫她无从变得李太到底值不值 竹子 马车行到一处路口 左边就是宣平房 阿生请示道 要不要拐到卢府去看看 卢氏是说一遇要去原本的怀国公府报平安的 阿生便在心里打着小九九好能提前见着人 车内的李太没有应声 阿生心里痒痒的 还是只能朝前赶去 待到又过了两个路口才听到车内响起了声音 去宣平房 是 阿生响亮地应了一声 一扯马江 在路边转了个弯 有原路朝回跑去 他驶得快了些 大概一刻钟后 马车便进了卢府所在的街道上 往昔夜里灯火通明的宣平房三大街 因为卢家的败落变得萧条 远远望去 只有卢家大门口左右还悬挂着几盏珠灯 阿生有一年没往这条街上来了 趴走岔了路 隔着老远就盯着那门扁桥 余光瞄见一道人影从府内走出来 等马车进了 阿生看清门扁上的卢府二字 那人已是翻身骑上了拴在门外的马匹 吊转马头 在阿生勒将停在卢家墙下时迎面遇来 马车交错的时候 阿生还好奇地盯了一眼那马背上的人 灯光太暗 只倒是一名穿着香色缎子袍的少年 对方同样看了他一眼 阿生只觉夜色里那少年的眼睛似是有一瞬发了亮 待戏便是一人一马已是错过 主子到了 驾 阿生回头说话的同时 安静的长街上突然响起了一声低贺 紧接着 车帘便被人从里面飞快地聊起 阿生灵敏地后缩了下身子 眼见掠过一道人影 再扭头时 李太已是站在了车外 主子 李太没理会阿生的询问 顶经望着前方不远处奔跑的马皮 那马背上的少年似是察觉到他紧盯的目光 侧身望来 摇摇之间四目相对 一双眼睛勾起了莫名的笑意 另一双眼睛却是危险的眯起 阿生见李太站在马车边不动 心念一动便探头看去 只来得及见着消失在街角的半边马腿 主子 要追上去吗 不必 回府 李太冷着脸撩起衣摆上了马车 在软铺上坐下后 左拳才紧紧地握起 并非生气 这种类似于被挑衅的感觉 竟叫他的心冷静下来 开始蠢蠢欲动 二月初八 一大早便不是个好天 下着小雨 卫王府门前的马车比前两日少了许多 还有人担心着这雨若是不停 晚上芙蓉园的夜宴便不能在露天点 只能改到玉宴宫去了 王府的门大开着 却没人敢贸然地闯进去 都是老老实实地递了铭铁 又带着黑色斧头的长连管事 撑着一把伞走出来 外头十几辆马车上掀着帘子等通船的人 不约而同地朝他看去 见着管事走到街对面一辆马车边通船 多是知道 今日又没戏见着魏王 打到回府前 还不忘好事地 看着那车子里下来的是哪家的大人 先入人眼的是一席鹅卵青的长山 奇长的男子 水浴扣带 腰身掠削 手握直散 步履徐徐 轻飘的衣摆 悬在湿漉漉的地面上 一眼望去 只说背影 这男人便像是那方从西底拾起的卵石 干净且清润 不少人凭着这背影便认出人来 长安城里的翩翩公子多得好像是蜡月里的双花 儒雅占了一大半 可这种风姿的 而今唯有一人 长连管事领着人进了王府 船廊过厅 进了一间小院子 在当中正开的门前停下 弯腰弓身冲着里头道 殿下杜大人求见 嗯 听着低影一声 都若锦收起了惠煤的纸伞 递给管事 扫手扶了衣衫下摆的水珠 看着屋门内仅有的一扇巨大的石瓶 迈步走了进去 绕过屏风 北面墙上挂着几幅字画 东边是一排四扇窗子 当中两扇开着 窗下摆着一张红木的松纹软榻 榻上屈膝侧坐着一人 正握着一卷书册在翻越 听见脚不声也不回头 看着了 北面墙最后 外面墙פר 两扇比较 红木措斗